今天我要谈的是特别是阿列克谢、纳瓦利尼以及围绕他发生的事情,还有一些关于癌症研究和其他预测的事情,所以今天有很多事情。 我说过2024年会发生美式足球场的袭击,预测在2023年,看起来不幸的是,堪萨四城超级碗袭击就发生了。 我看到了发生在体育场内,但实际上发生在体育场外,但非常接近,所以这个预测成真了,这是我做出的更为乐观的预测之一。 因为我预测到2024年会有癌症治愈方法,你还记得我说过吗? 我说它会出现在印度,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,我不确定癌症治疗方法会来自哪里,因为尽管印度在医学研究方面非常先进, 但在金钱和技术方面远远不仅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,但令人惊讶的是,一些我的赞助人特别联系我说, 看,克雷格,看看这个视频,印度宣布了一个巨大的进展。 他们谈论已经发现了一种可能能够严重影响血癌,特别是其他形式的癌症的治愈方法。 他们希望并认为,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,可能会帮助治疗所有形式的癌症。 这意味着,实际上,我可能会通过简单的注射得到治愈,甚至可以通过简单的注射预防。 所以,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,去看看吧,这不是古怪的新闻。 我给你的是一个著名的印度频道的链接,去看看,看看你觉得怎么样? 我还说它将出现在COVID研究中。 显然,很多这种进展都是受到了印度COVID研究的鼓励。 所以谁知道,血癌和宫颈癌似乎特别受到这个东西的高度瞄准,这是我看到的事情之一。 所以,我也可以在这里吹吹我的小号,告诉你我做对了什么。 如果我做对了好事,我总是很高兴的,而不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。 我在2024年的预测中还说了另一件事,这让我想了很多,我想扩展一下。 因为我说,如果你记得的话,我说在跟随普京之后,普京去世之后。 我说在那个时候我不太确定具体的时间,因为我觉得时间会比现在要晚一些。 但我说下一位总统或者第八位总统,我说确切地说,俄罗斯将会有一位女总统。 目前,俄罗斯的反对派已经完全被清除了,因为阿列克写纳瓦利尼被暗杀了。 因为我认为没有其他解释,很明显,他可能被喷洒了心形毒计。 普京希望在一段时间后,心形毒计会降解,无法追踪。 我记得,我们在这里做研究时,他们试图追踪心形毒计时的情况。 当时我们在萨尔茨堡的咖啡馆附近发生了袭击,这件事离我们非常近。 所以我完全相信这件事发生了,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。 媒体说发生了这种事情,甚至拜登也说,他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杀死他的,但他肯定杀死了他。 所以,对这个勇敢的人发动了这场可怕的袭击,我觉得非常糟糕。 因为阿列克县纳瓦利尼回到了俄罗斯,你还记得吗? 尽管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,他被关进了监狱,被困在北极圈附近的某个地方。 他发誓要继续为俄罗斯的权利和自由而奋斗,尽管你知道即将到来的选举是完全固定的。 将会完全固定,我们都知道,不需要通灵者告诉你,他们已经决定了谁会赢,以及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比例获胜。 普京将会以似乎是正常的选举获胜,但显然不是这样。 尽管他在俄罗斯的许多人中间颇受欢迎,因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,但反对派的消息当然没有传播出去,但当我听到他去世时,我真的很好奇。 我认为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,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尤利亚是吧,他的名字不完全一样,他是一个海军,我不太会念这些俄罗斯名字,你在学这些中文名字时已经够难了。 尤利亚不仅仅是一个背景人物,他实际上已经站出来了,作为一个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人心的人物。 去看看新闻上的视频吧,因为他确实没有很长时间,但是他已经发誓要继续他丈夫的工作,但在悲伤和愤怒的同时说话。 我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启示,以一种能够抵抗黑暗势力的方式站出来。 我认为那个女人会变得非常强大,作为一个演说者,她已经是了,但她以前从来没有真正走上中心舞台。 你看,她总是被认为是俄罗斯反对派的第一夫人,但她总是站在她丈夫的身边,作为一个真正的支持者,从来没有推动自己,脱离她独立,从来没有像希拉里,克林顿那样做。 她更像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支持者,真正帮助她前进的人,把自己的家庭和一切都置于风险之中,就像电影中的故事一样。 这个家庭展示了英雄主义,她发誓要继续她丈夫的工作,我想那就是我所看到的。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你可能和我一起直播时我们做过那个预测。 当我说会有一位女性领导人统治俄罗斯时,我想这可能是在我和你们一起做的时候之一。 你们现在正在和我一起直播,我只是在自由地思考,人们问问题,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 我当时觉得那个预测听起来很奇怪,我觉得那绝对不是我自己说的。 你知道,作为一个灵媒,我们必须非常小心,不要让自己成为阻碍精神努力的因素,在某些方面。 我非常清楚地说过这个,我认为现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好,我想我们会看到俄罗斯的女总统,我相信奥利亚会成为那位总统。 我说过,普京去世时会发生这种情况,最近我们在频道上看到了普京的谈话。 你知道,我们最近对他进行了采访,他看起来相当健康,相当健壮,但我觉得他身体会有问题。 可能是健康问题,他自己的人民会把他拉下台,可能是他身边的人会把他拉下台。 所以这让我觉得,我觉得他会成为俄罗斯总统,也许是下一任,也许很快,我不知道。 他们可能会安排一个傀儡人物,等普京下台后,但这将是世界的希望。 我认为,对目前发生的许多冲突来说是一个希望,因为你知道,我们在对待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上有不同的美国观点。 拜登的想法是提供武器支援,而特朗普的想法是让我们试着达成一项协议,两者之间都陷入了僵局。 我不认为,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真正得到了解决方案。 我们还看到其他一些人面临类似的妥协,比如伊隆,马斯克。 他的卫星被用于解决俄罗斯的问题,我认为是的,尼克洛,阿沃卡多,你说的是我,但我仍然认为他会被除掉。 这就是我的意思,我认为他会被除掉,我认为普京会被他的人民除掉。 你知道,这将是一个转折点,因为这将是乌克兰的转折点,这将是俄罗斯介入中东和伊朗问题的转折点,以及他正在那里制造的问题。 所以,我的想法是,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,发生了,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,因为他让阿列克,现纳瓦利尼成为了一个劣势, 甚至每次我说到他时,亚历克斯就会被唤醒,他一直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 你知道,这太好了,但我也看到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,我觉得他们会给他授予诺贝尔和平奖。 因为还有谁比那些愿意冒生命危险,愿意进入相当于斯大林市古拉格的地方的人,更值得奖励呢,这将会发生。 我觉得,在下一次选举中,俄罗斯会被洗劫一空,所以这些是我对此的一些想法。 首先,这是我想谈论的主要事情之一,我还有另一种感觉,实际上是对另一个话题的预测。 啊,再往前一点,不是那么远,我觉得纽约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房地产崩溃。 这将是由于把特朗普告上法庭,指控他高估他的财产所引起的所有麻烦造成的。 我相信,任何申请银行贷款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最大化,希望能够美化自己的成功。 而不是说哦,看,我们没多少钱,我们不能向你借钱。 任何去银行的人都必须尽量让自己的资产看起来尽可能好,我认为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我认为这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,尤其是在纽约,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恐慌。 我觉得会有一些令人严重担忧的事情发生,关于这个新的领导,比如说尤利亚,纳瓦那亚,她的发音略有不同,我已经写下来了,我可能写错了。 但对我来说,她是我们将在即将到来的更好时代看到的那种领导人。 如果你关注这个频道,你就会知道我也谈论瑜伽,你知道,我们有萨图瑜伽,特雷塔瑜伽,多帕拉瑜伽,卡拉瑜伽,这些都是古代印度教所谈到的不同时代。 在水瓶座时代等所有时代,我们现在处于两个阶段之间的一个转折点。 我们正在走出卡利尤加,许多来自印度的占星家,特别是相信我们已经走出了它。 有些人认为我们还有数千年的时间,但许多人认为我们现在就是转折点。 我们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,即过渡时代,这些时代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 处于我们所谓的瑜伽时代之间,我们现在处于阿纳塔尤加时代,这是一个较短的时期。 但这是一个潜在危险的时期,世界大战,粮食短缺,尤其是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粮食短缺。 此时有飓风和洪水的危险,古代文献中提到,此时有地震和流行病的危险,我们都看到了。 但在这个巨大的困境中,将会涌现出伟大的精神领袖,印度有人谈论卡尔基大神。 就像是将会出现的维希姆的伟大阿凡达,他将带领五位神圣的伙伴,在世界各地建立十六个小组,最终改变世界。 这是数千年前就看到的黄金时代的愿景,并在普兰娜和其他印度文献中写下, 你知道,我真的对纳迪深感兴趣,这是世界的纳迪,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,你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,他们都谈论着伟大的教师的到来,你知道。 我们有来自印度的维希奴,我们有佛教思想中的弥勒佛,基督教中的第二次来临,甚至在伊斯兰教中也有着沙拉尔,多玛尔之类的东西,我记不清楚名字了。 可能是穆罕默德的第二次来临,甚至犹太教中也有关于弥赛亚的说法,所有的宗教都在通过他们自己的有色眼镜,自己的彩色眼镜来看待世界的启蒙时代的到来,人类启蒙时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